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,为辉达和高通等客户生产半导体,且是苹果公司代工晶片的独家供应商。 11月以来,巴菲特旗下的Berkshire Hathaway被媒体发现今年购入台积电,约6000万股美国存托凭证BDR,以及老虎全球管理也有类似举动,可能表明在经历了需求放缓后,晶片行业的价值正在重新显现。 市场观察人士将其归因于台积电低廉的估值、技术领先地位和坚实的基本面。 事实上,越来越多的华尔街银行近期重申看好台积电,摩根·士丹利的一名分析师更是表示,该股已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 自Berkshire被披露购买台积电的消息以来,台积电的股价已数次上涨。 利达资产管理公司一名基金经理表示,如果抛开目前半导体行业的下行周期,台积电凭借其卓越的技术领先地位,长期来看是一笔价值不菲的投资。 随着物联网、可再生能源和汽车的需求不断增长,巴菲特可能正在投资未来十年的增长。 根据媒体的数据,基于其明年的预期盈利,台积电的估值约为12.6倍。 高盛集团估计,这将是该公司10年平均水平的低端。 另外,台积电还有一个优势,尽管该行业增长放缓,但该公司今年仍实现了两位数的销售增速和远高于50%的毛利率。 分析师们说,该公司健康的现金流和稳定的股息可能也是吸引巴菲特的原因之一。 陈兴亚洲一名分析师表示,在争夺技术与产能领先地位的过程中,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都必须付出巨额资本支出,但历史表明,尽管有资本支出,台积电仍能产生可观的现金流。 他补充说,该公司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有支付股息的记录。 根据媒体收集的数据,该股11月的股息率为2.6%,高于美光的0.8%,几乎与SK海利式持平。 不过,尽管巴菲特的压注提振了散户对该股的信心,台湾中央社11月下旬,消息就显示,随着台积电股价弹升,台积电小股东却纷纷卖股,股东总人数11月下旬仅一周内就减少3.2392万人,已连续两周下滑。 而且,由于地缘风险和晶片行业的库存调整,该股短期内可能继续出现波动。 尤其是,在面临持续数月的东欧冲突造成的严重冲击后,台积电正与供应商合作,以确保当地的奶气来源。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,台积电讯息技术材料管理和风险管理高级副总裁表示,台积电正在与多家气体供应商合作,在3-5年内探索在台湾本土生产奶气。 研究公司Taxit估计,奶气对晶片制造至关重要,但东欧冲突严重扰乱了供应链,因为乌国的生产商控制了高达50%的半导体奶气供应。 行业高管称,随着晶片制造商争相确保供应,奶气的价格已经飙升。 台积电风险管理高级副总裁表示,他们有一个与供应商合作的具体计划,以本地化部分奶气供应,目前正在购买设备。 现在的想法是拥有更多的资源,来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水平,但并不是在本地实现所有的供应。 那是不现实的,而且成本很高。 因此,台积电正在评估供应链风险,并制定了大约未来五年的连续性计划,以确保能够采购2000多种晶片制造所需的材料和化学品,以满足建厂和扩充产能计划。 建设新的晶片厂通常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,所以台积电需要制定这样的计划。 值得注意的是,放眼整个半导体行业,台积电并非唯一一家寻求气体自产或本地化供应的厂商。 SK海力士此前已宣布,提高本土奶气采购量。 该公司在今年与普向钢铁及TEMC合作,成功开发奶气生产技术。 10月底,三星与普向钢铁签署量解备忘录,就半导体用仙气达成合作。 后者将在2024年前在韩国本土工厂建立仙气生产设施,并从2024年起向三星供应仙气。 在之前大流行,以及未来地缘不确定性带来的多重破坏中,台积电认为供应链弹性在过去两三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好在全球半导体去库存阶段开始,给了台积电构建本地化奶气的时间窗口。 不过,国泰台湾一名基金经理表示,投资者担心库存高于通常水平,目前还没有显示出缓解的迹象。 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企业稍早表示,预计库存调整将持续到明年上半年。 晶片股可能在库存调整完成后反弹。 在全球科技业品传高库存危机背景下,尽管台积电近期股价稍微反弹。 但对此则有分析师预警,别被落后财报骗了。 台积电目前业绩只是靠苹果手机晶片再称,认为最快明年上半年, 就可看到该公司本业业绩与获利开始崩坏等之类看空评论。 不过,根据调研机构AMDIA最新报告指出,台积电仍在苹果增长中强势获利, 出货主力则并非来自于iPhone手机。 据其在11月公布的,全球2022最新微处理器NPU市场预测报告指出, 由于NPU主要的产品应用来自于PC端, 今年大流行即将结束,消费产品抢购潮蒸发后, 全球PC高库存问题确实也冲击到这个市场。 分析师悲观指,由于目前还没看到PC库存明显打消, 而在高通膨环境下,预计消费需求还将下滑, 因此预估2022年整体营收将比去年锐减8%为710亿美元。 不过,在这市场中,被打击最深的是目前位居第一的英特尔, 第三名的苹果反而最亮眼。 该调研机构研究团队指出, 英特尔常年在运算与数据中心领域是市场老大, 最近营收与市场占有率下滑, 确实是深受苹果M系列晶片, 这个后起之秀的威胁。 例如,从该调研机构公布的前五名厂商营收排行榜来看, 英特尔今年比去年锐减最多,高达18%, 在五家厂商中衰退最明显。 主因是PC与数据中心两方面需求都大减。 位居第三的苹果, 今年营收则比去年反向大增38%, 是前五名中的增长最强厂商。 这充分说明了苹果在Mac电脑与iPad产品线, 陆续采用自制M系列晶片后, 在这领域正快速扩大市场占有率中, PC库存危机的大环境问题完全没影响到它。 该调研机构的一名资深分析师强调, 虽然在NPU制程技术方面, 多数NPU大厂仍主要采用14奈米制程, 不过10奈米、7奈米以及5奈米等较为先进的制程也正兴起。 由台积电提供的5奈米NPU, 正是目前这领域最先进的制程技术。 同时,苹果又是采用5奈米的先驱厂商, 从这刻看出两方合作的双赢效应正在发酵, 并逐步超越铜业中。 而且,在NPU市场仅次英特尔, 列明第二的AMD今年的锐龙7000系列, 以及为数据中心打造的EPYC7004系列处理器, 也使用了5奈米制程, 背后也皆是由台积电主攻。 而AMD财报虽表现不尽理想, 不过在全球NPU市场上, 今年对比去年营收仍增加了20%,增长强劲。 今年全球大环境确实对科技产业考验大, 但同时,产业的颠覆性革命仍在继续, 能在逆势中增长, 更可能是下个时代的王者。 而目前看, 苹果靠自制晶片超越英特尔的趋势未变, 台积电借此大转也仍继续。 当前, 台湾半导体企业长期实力, 才是真正的支撑, 也许不需要急于一时看坏, 静待经济下一轮复苏就可见分晓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